我們搭一搭778,就是智庫產業 她是沒有貨的梁小姐 她說想中長線收息 想問一下前景,買入和止蝕價 可以的,我覺得如果收息的話 她的息率始終比同類領展吸引 還有她有很大的資產資料 她的NAV也有14-15元的位置 但是現在她的現價都是8元左右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看息率也有約6厘 我覺得收息是沒有壞的 她旗下的商場主要是一些屋苑的商場 例如智庫第一城等等這一類的商場 你也想像到在疫情措施放寬了之後 人流也相對比較長 因為她都是一些食肆 一些民生所需 會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你說買來收息好嗎 這些就沒有壞的 這些儘管買來放在這裡 有一個穩定的現金留給你 沒錯的,都要設置一些止蝕位 這些止蝕位通常會設置15%左右 你買入價10-15%左右 如果她跌到那些水平 會建議止蝕的 你說上網多少呢 始終她一直都是收5-6%的利息 她的價格上了她的息率就會相對低 你就看回如果她的息率 真的去到可能4厘 那些位置你就要顧了 坦白說